好另外一个进入战国时代已经白热化的战火就是共享机车了 第一家来看到的是Wemo 他们宣布在明年2020年要推出白排车 而且马力更强了 而且他们还要设置118座的充电桩 另外一家GoShare他们是打出便利站 推出可以自行更换电池让你更加的方便 还有这家Iran他们是要扩大据点到五个县市 究竟这三大共享机车谁比较厉害 绿色红色还有马卡龙蓝 电动车销量11月就突破三成 战火更延烧到共享经济上 现在共享机车真的是越来越方便了 像我现在只要透过手机轻按一下就可以开启电源 而且我们在还车的时候 只要在停车隔线都可以还车 看看费率Wemo前6分钟15元 GoShare则是依照车种分成前6分钟15块和25元计费 而Iran则是前10分钟20元 别人先是玩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就路上看到 因为他可以假计租车以利还嘛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 如果要赶客就赶不上了 所以那时候就不如去借什么Wemo什么的 上课上班更方便插其据点来比拼 Iran范围最广五个都市都能骑 Wemo则是打车海战投放5000辆机车 GoShare虽然只有桃园台北能骑 但民众能够自己换电也成了优势 Wemo跟Iran他们都是使用人工换电为主 也就是说当我车子没电的时候 我停在路边会有人来换电 那它会造成一个问题 我没有电的时候 我只能在找别的车子 或是放弃使用 可是GoShare它可以自己去找GoStation 就是GoGolo的换电站 所以它可以一直持续的使用 以粉丝数来看 GoShare真的很狂 上线四个月会员就突破30万人 几乎迎头赶上 但Wemo也不是省油的灯 预告明年白牌车要上路 马力会更强 还要再盖118个充电站 但专家却这样看 我给你更大的动力 但是去不见得需要 那再来它设了充电桩 可是消费者我把车停在那边 我还是不能马上就骑 可是对于使用者感受部分 可能没有明显的提升 共享机车战火越演越烈 谁能赢到最后都还是未知数 东森在今新闻 薛亚竹杨昭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许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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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致致 许致致 许致 继续